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世界故事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冰箱面试 食物的时光保鲜盒 二 维特根斯坦哲学 语言的深思跳水赛 三亚特兰提斯沉默 传说的水下逃生演习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冰箱面试 食物的时光保鲜盒 各位亲爱的食物爱好者 历史迷和科技粉丝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改变了我们厨房 饮食乃至生活方式的神器发明 冰箱 这个我们现代人世卫理所当然的家用电器 其实是一个食物的时光保鲜盒 让我们的牛奶不必和微生物开派对 让我们的蔬菜不必在温暖的怀抱中 变成生物实验 首先让我们时光倒流到19世纪 当时的人们要保鲜食物 大概就是靠着盐 糖 烟熏或者干燥这些古老的方法 或者就是把食物埋在地下 希望低温能给他们一个严寿的机会 但这些方法有时候效果并不理想 毕竟没有哪个苹果梦想成为苹果钱 也没有哪个牛排愿意变成牛肉干 然后冰箱的出现就像是一场魔法 它不仅仅是一个保鲜的工具 更像是一个时光机器 你可以在夏天买一些草莓 然后在冬天的某一天打开冰箱 就像打开了一个通往夏日的门 那些草莓依然保持着他们鲜红诱人的模样 冰箱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利用了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原理 通过压缩机 冷凝器 蒸发器和膨胀阀等部件 不断循环一种叫做冷酶的物质 从而把冰箱内部的热量转移到外部 保持内部的低温 这个过程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 但它的结果却是如此甜美 想想那冰凉的啤酒和脆爽的水果沙拉 当然冰箱的发展史也是充满了趣味 比如早期的冰箱需要使用 安火硫酸二氢钾作为冷媒 这些物质可不是什么擅长 一旦泄露那可是大新闻 而且早期的冰箱还需要人工补充冰块来保持冷却 这对于那些住在热带的朋友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奢侈的梦想 随着科技的进步 冰箱变得越来越智能 现在的冰箱不仅可以保鲜 还能节能 储位 防军 甚至连接WiFi 告诉你什么时候牛奶快过期了 这样的冰箱简直就是现代生活的超级英雄 守护着我们的食物 也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所以 下次当你打开冰箱 拿出一瓶冰凉的饮料 或者一盘新鲜的水果时 不妨对这个伟大的发明 致以最高的敬意 因为冰箱不仅仅是一个家用电器 它是一个让食物穿越时空的时光保鲜盒 是一个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美好的魔法箱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维特根斯坦哲学 语言的深思跳水赛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这位哲学界的奥运冠军 路德威西 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就像一场语言的深思跳水赛 它不仅一次 而是两次跳入了语言的深水区 并且两次都建起了不小的水花 首先 我们得回顾一下 维特根斯坦的早期作品 《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al Philosophicus 在这本书中 维特根斯坦像是一位 刚学会跳水的新手 他大胆地跳入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这个池塘 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理论 语言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是一致的 换句话说 语言是现实的镜子 它能够精确地映射出世界的结构 这就好比说 你的句子是一个跳水动作 它必须完美地符合现实这个水池的形状 否则就会溺水 或者说 语言就失去了意义 但是 维特根斯坦后来意识到 他的这次跳水 有点太过理想化了 在他的晚期作品 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 他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跳水教练 开始重新思考语言的本质 他提出了语言游戏 Language Games的概念 认为语言的意义 来自于他在特定生活形式中的使用 这就好像说 跳水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动作 而是一系列的动作 每一次跳水 都有它独特的风格和目的 维特根斯坦的这次跳水 让我们意识到 语言不是一个固定的 静态的系统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 动态的过程 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分析语言的形式 来理解其意义 还必须考虑到 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 和使用情境 这就像是 你不能只看跳水选手的动作 还得看他们 是在哪个池塘跳的 观众是谁 甚至是天气如何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让我们意识到 深入语言的海洋 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固定的宝藏 而是为了享受探索的过程本身 每一次的跳水 都可能带来新的发现 而这正是哲学的魅力所在 所以 当我们在语言的海洋中跳水时 不妨放松一点 享受这场深思的冒险之旅 毕竟 就像维特根斯坦自己所说的那样 哲学的极限 就是语言的极限 但别忘了 极限之外 还有无限的可能性等着我们去探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亚特兰提斯沉默 传说的水下逃生演习 亚特兰提斯 这个古老的名字 总是让人联想到 神秘的高科技文明 金光闪闪的宫殿 还有那最终的悲剧性侠沉 但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传说 当作一场水下逃生演习来看 那么这个故事 就不仅仅是一段古老的历史 而是一个关于准备不足和应急 反映失败的现代语言 首先 让我们设定一个场景 亚特兰提斯 一个拥有超越当时 所有文明的技术和知识的岛国 他们的城市建筑 可能有防洪系统 但显然没有考虑到 全城沉默这一项目 这就好比你家 装了最先进的防盗门 却忘了屋顶也需要防盗 然后 有一天 大自然决定给亚特兰提斯人 上一堂课 自然灾害应对101 地震和洪水接踵而至 这个岛国的居民们发现 他们的文明病 没有一个急救包 更不用说一个紧急撤离计划了 这就像是你去参加一场逃生演习 却发现组织者忘了告诉你出口在哪里 亚特兰提斯的沉默 可以想象成一场混乱的水下逃生演习 居民们可能试图抓住 任何能漂浮的东西 从木板到未完成的发明品 甚至是那些不幸的宫殿守卫 他们发现 自己的盔甲在水中 并不是那么有用 想象一下 一个穿着重甲的士兵 试图在水中游泳 这画面既悲壮 又有点滑稽 当然 这些都是基于百拉图 对亚特兰提斯的描述 所做的幽默推测 实际上 亚特兰提斯的故事 可能只是一个预言 用来警示人们 不要过于自负 否则大自然会给予应有的回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论你的文明多么发达 如果忽视了对自然灾害的准备 那么最终的结局 可能就是一场灾难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有人提起亚特兰提斯的沉默 不妨想想 这个传说背后的意义 即使是最伟大的文明 也需要有良好的紧急应对计划 否则 它们可能 就会成为下一个水下逃生演习的失败案例 记住 生命救生医 总是要准备好的 哪怕你住在看似永不沉默的亚特兰提斯 所以 各位亲爱的观众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话题 但它们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 准备和应急 无论是冰箱的出现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保存食物 还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语言的本质 甚至是亚特兰提斯的故事 仅是我们不能忽视自然的力量 都在提醒我们一个道理 准备和应急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现在轮到你们了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冰箱的发明有什么印象 你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启示 你们对亚特兰提斯的故事有什么看法 我们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一起讨论和分享你们的想法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这些话题 并且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